華為推出了期待已久的華為P40系列 現在除了P40和P40 Pro外 還有一款更高端的P40 Pro Plus在今年也首次出現了 作為一年中的P系列旗艦產品 華為與其合作夥伴雷卡 開始在智能手機攝影領域掀開了新的一眼 並且真正的野心是在手機攝影領域拿下第一的位置 現在華為P40系列的出現可以說是三線S20系列的真正對手 當然這也包括與其他品牌有一定的較量 尤其是在相機鏡頭方面 華為所發布的P40系列無論是三色、四色還是五色 它們的主色都具有一顆5000暗像素F1.9光圈的R11B廣角主色頭 與鏡周對手的產品相比 這種1.28分之1英寸的傳感器尺寸是相當大了 甚至比S20 Ultra的1.33分之1英寸的傳感器尺寸還要大 才僅在S20系列裡 僅為S20 Ultra中使用了1.33分之1英寸的傳感器 但更便宜的S20 Plus和S20型號上並沒有出現持傳感器 華為則在P40全系列中使用相同的主鏡頭傳感器 無論你使用哪種型號都可以確保獲得相同的高圖像質量 據說與iPhone 11 Pro Max相比 它的進光量、光線更是足足增加了200% 增大的傳感器尺寸是改善鏡頭最有效的收益之一 而今年華為的P40系列的降臨 它是擁有現在智能手機上主鏡頭最大的傳感器 擁有更大的尺寸的傳感器同時 而且還不影響機身的厚度 與此同時華為P40系列的主鏡頭ASO值 更是可達到了20萬 且百分之百的像素支持相位、解測、自動對焦 包括光學防抖 再回到這顆擁有1.28分之1英寸的傳感器上 它使用了211B濾鏡結構 其可將彩色綠光片的綠色指向素替換為黃色指向素 華為表示,黃色可使傳感器 比常規的RGB綠光片多收集多達40%的光 這種情況下可在低光環境下帶來更好的圖像質量 所以華為常說的夜間拍攝非常出色 其原因就出在這裡 華為P40系列裡最頂級的華為P40 Pro Plus 是今年華為推出的首款五攝手機 它的長焦鏡頭也是一大看點 目前只在華為P40 Pro Plus中 持有10倍光學變焦和100倍數碼變焦功能 華為以通過雙能鏡的設計方案 將其實現了這一目標 將光線在傳感器元件中反射了大約5倍 該長焦鏡頭為800元像素,光圈為F4.4 雖然光圈上有一些損失 但變焦功能卻非常出色 該公司還聲稱他們改進了深度檢測功能 以實現更好的閃景 在視頻方面,這些少頭現在都支持7680幀的慢動作 另外在考慮到傳感器的布置以及機身背部鏡頭突出的尺寸 華為仍然做的很合理到位 不比三線S20O主要更荒謬 它的厚度超過了10毫米 比華為過去的任何其他手機都要突出更多 而華為在這方面既擁有了更大的底 同時也保證了合理的鏡頭模組突出的高度 華為麒麟990 5G芯片都用在了P40系列身上 該公司聲稱其功耗比其他的5G芯片更節能 甚至是比高通處理器的功耗要低得多 並且屏幕從60Hz到90Hz的刷新率是最直接的升級 意味著它變得更流暢 當然這僅是P40 Pro和P40 Pro Plus擁有的功能 而且P40 Pro系列還都具有4200mAh的電池 它們都支持40W的超級快充 而且無線充電功率P40 Pro Plus同樣還具有40W的無線充電功率 而P40 Pro為27W的無線充電 並且這些設備繼續支持華為專有的重出卡擴展 在屏幕下方,新一代指紋傳感器也是變化極大 華為聲稱新設備能夠以更快的速度響應 解鎖速度大概有了提升30% 從而提高了設備解鎖的應用性 好了,今天的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 請教我們再見 請教我們 開始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我的